整句讓愛每一刻都成立 就算孤單太多於我的心靈 其實你中文目前還沒有辦法看得非常OK對不對? 對其實我不太會看中文也不太會寫 那你怎麼唱? 當時錄音的時候就是會用羅馬拼音 就是英文的拼音把它寫下來 那當然也有一個配唱的老師就是會 叫我注意哪裡要用捲舌或者是 對 以新人來說 曲是你的創作 然後你還是producer 然後你還是arranger就是編曲的部分 都是你自己來完成的 所以我覺得回到我們剛剛提到 爸爸媽媽算是音樂世家的小孩來講 其實對你音樂上一定有幫助吧?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就是會聽很多音樂 也會聽到我自己父親寫的音樂 那其實就是我覺得不知不覺就會學習到 然後會受影響 對 最早開始學的第一個樂器是什麼樣的樂器? 最早就是我還沒有讀音樂之前 就是讀大學之前 就是還沒有接觸過任何樂器 真的假的 我以為你應該會是從小 就是爸爸媽媽就要你學鋼琴啊 小提琴啊 吉他什麼等等的 對 其實沒有 就是 真的 18歲的時候才正式開始學音樂 那為什麼那時候才會決定正式開始 一定要有個什麼特別的原因吧 其實就是高中畢業之後 然後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歡音樂 然後就是高中畢業之後 也沒有特別想到要做什麼 我就那個時候也是時間也來不及 必須要挑一個我比較有興趣的一個項目 那我就一直很喜歡聽音樂 很喜歡藝術 那我就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對 嗯嗯 還會如今 嗯